科学家告诉我们 所有物质现象 都是 念头 在高频率 当中产生的幻想 实际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那他们把物质分析到最后 物质不见了 没有物质看到什么 念头波动的现象 才晓得 物质是从 波动现象里面 产生 你看 佛在经上 早就说了 一切法 从心想生 宇宙从哪来的 是我们念头神 我们有念头就有宇宙 我们没有念头 这个宇宙就没有了 假的 不是真的 啊 真的怎么样 没有念头了 这个宇宙存在 那就真的 啊 所以当我们念头完全没有了 统统放下了 是暴徒 是暴徒现象的 啊 有念头 念头有燃尽 我们的念头燃雾 贪嗔吃满 其情无欲 这燃雾 严重的燃雾 啊 造成今天地球上的动乱 不安 造成地球上的灾难 啊 物质环境的灾变 怎样恢复 学会暗点 怎样帮助地球 化解灾难 方法有啊 科学家所看到的 跟佛经上所讲的 完全相同 啊 那就是 不齐心 不动力 这修行嘛 修什么 也 在色尘上 不齐心不动力 这就是佛 圆满地修行 啊 为什么不齐心动力 因为这是幻想 啊 不如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毕竟空 无所有 不可得 啊 又给我们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跑音 如露鱼如电 应作如是观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对于其万物 是这么个看法 有为法 有为法 就是有生有灭 有为法 有为法相对的 无为法 无为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 是无为法 不生不灭 是真的 有生有灭 是假的 那极乐世界 有四图 前面三图 有生有灭 最后一个 十报庄严图 哦不是 长济光 净土 不生不灭 那长济光 什么也没有 那是自体 自己是长济光 即是清新 没有任务 也就是他没有动摇 他没有任务 他没有生灭 慧能大师见到了 给我们做出来报告 告诉我们 长济光是什么 清新 他说出的这五句话 第一句 何其自信 本自清新 是清新的 没有污染 那我们眼见色 起见动念 任务了 就不清新 那分别执着呢 更麻烦了 那早业了 那本自清新 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要回归自信 就回归清新 啊 见识怎么样 不弃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处 清新 本人 本人出现了 修行在向上修啊 特别是在人世环境修啊 修什么 记住 慧能大师这五句话就行了 这真简单 第二句 何其自信 本不生 本不生灭 他是不生不灭 为什么 他没有像 有像就有生灭 没有像 不生不灭 这是真意 这是真正的自己 第三 本自居住 居住什么 无量智慧 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无量得能 无量向好 样样寿主啊 外头没有啊 大臣教的佛常说 心外无法 第四句说 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就是自信 本定 他没动过 没有摇晃过 自信 本定 所以 为什么要修定 道理在此地 不修定 回不了自信 定到极处 不动 那就跟自信相应 你就见到了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种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门禁 全是修成的 所以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呢 最后通通接行 民心接行 那佛教 知识分子 我们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喜欢读书 喜欢广学多文 佛就要用这个王法 来教你修定 怎么修法呢 念书啊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一字见 那个读书千遍 是修定 不读书 会胡思乱想 读书的目的是 把妄念赶走 把杂念赶走 让心里头 只有经文 没有这个东西 到最后 你经文也放下了 就解写了 所以 读书千遍的目的 不是祭祷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连孔子都知道 既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事业 要怎么样 自己开悟 悟出来才能为人事 记忆的 寄送你 不行 但是用寄送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达到 一心不乱 达到 明心见心 这个不能不知道 然后你再晓得 佛法之巧妙啊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阿 妮 阿 妮